哈哈 裝腿大笑 壓制整排都露出來了 柯文哲爽歪歪 全院前總統李登輝 說他支持度高達56% 要綠營年底選舉再挺他 民進黨跟不上 對不對 這問題是家的 這就很難回答 這個不是媒體考卷都要寫 要說實話嗎 謝謝 我想把你掐死 柯文哲幽默放狠話 就怕承認是實話 顯得太囂張 李登輝大白話 讓民進黨詳選北市長的 聽得很刺耳 他的意思應該是 民進黨沒有提名人 老先生年事已高嘛 那整個市政的情況 我相信他並不是那麼清楚 大家都有言論自由 投票也是自由 尊重以前副總統 一個暗算老人不懂 一個選擇無事 同在勝率獨派大會 李登輝 呂秀聯隊 同一排硬是控股位子 兩人還是前後任的元首 與副元首 完全沒互動 成了最尷尬的遙遠距離 民進黨有說話 有特別尷尬嗎 沒有 給他們尷尬 這裡比較認真 都沒有認真嗎 對不對 應該就 應該就做支持的事情 這個 取決嘛 做不錯嘛 李軒總統的支持 會讓綠營的支持者 對你的反彈沒有那麼大 多少吧 選擇獨派因為 扣問者兩岸一家親而翻臉 但選舉比明星比實力 李登輝一句話 讓綠營玻璃星碎滿地 在楊橋全文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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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